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积极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并且在议会备询休息时间 召开临时记者会重申 从3月1号开始正式进入开罚期 也已经和警察局方面沟通 并且建议警察局长张树德 除了两项开罚的基本原则之外 其他在行人穿越到斑马线时的相关违规 特别是行人的部分 都希望以劝导和宣导为主 我们有注意到有很多的执法 我们也希望跟警方来沟通 我觉得汽车不让人 摩托车不让人 尤其在有绿灯行人走在的斑马线上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执法的重点 但是我在昨天前天 我都分别打电话给警察局张局长 我有告诉他我的个人的看法是 我觉得我们执法要抓重点 然后也要好好的看目前的需求 对于行人如果不守交通耗制 因为我们执法我们不是要铺天盖地 我们是希望达成城市改善的效果 所以我们希望现在如果有一些行人违规的情况 我们希望是以宣导跟劝导多过于开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谢国良强调推动行人友善政策以来 和去年同期比较 行人在过马路时被汽机车碰撞的意外事故案件 确实减少许多 我们在推动行人友善的这一段期间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同期已经车祸的发生率 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 接近百分之三十 我觉得这个数字是可以被鼓励 交通是一个分三类 一种是立即死亡跟24小死亡 我们叫A1类 如果他超过24小时以后的受伤 那个是A2类 车碰车就叫A3类 所以他的定义应该是A1加A2 人受伤或死亡的去比较 所以是跟车有关的 谢国良也当着警察局长张树德面前 向媒体再三重申 行人友善政策开罚的两原则 建议警察局可以依照重点来实施 有路权的在斑马线上面的行人 不被离让 这个是我们执法的重点 可是我们对于很多细节 比如说行人有一些 在不是很宽大的路口有穿越 或者是说其他的 我们当然还是警方都有权依法 不过我们是有建议说 这个部分如果可以的话 以宣导为主 因为你每个业务都油门踩到底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拿捏 我刚刚有跟大家报告 我就说我也很关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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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